我們看這個第二題 他說有個半徑二的這個半圓形 如圖 圖中的PQRS 是一個矩形 要求這個矩形的最大面積 上面一點P 它一個座標X 那外座標呢 因為這是圓嘛 要滿足這個漢字 所以可以解出Y等多少 4-S平方 那我現在取正的 取在第一項線 那這樣子的話 這X的話 就在第一項線的話 最小是0 最大是2 然後常見現機等於多少 就等於兩倍的X 那乘以高 高的話是多少呢 根號4-S平方 好 那我給它微分 就等到前面為 後面部位 加上前面部位 為後面 為後面2分之1 4-S平方的 2分之1-1-2分之1 再乘以這個對S位分子 就是2-2分之1 這可以消掉 好 那我現在 就可以給它同分 兩倍的 就是 4-S平方 減掉多少呢 根號4-S平方 問之 你還更是平方 那就是2倍的多少 4-S平方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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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我令它等於0 來求極值點的比方 好 等於0的話 就得到什麼 得到4等於2 一個是平方 那一個是就等於正負更好 那每個是取正值嘛 所以負號不對 所以的話可能 面積最大的什麼 可能在端點 可能在負分等於0的地方 所以 那 我們知道A0等於多少 帶0下去等於0 那那個 帶2下去也等於0 好 端點都等於0 那正負號2那一個呢 面積多少 負號2 就等於2乘以更好2 再乘以更好2 4-更好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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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所以是更好2 所以答案是4 那這個就是最大值 所以最大面積是等於4 1 2 1 2